哈囉 大家好 我是迷你專家小玉老師 非常開心大家會回到老師的頻道啦 哈囉 今天來講一件事情 就是有一位一樣是我們的粉絲的朋友 他有問老師說 老師你了解八字嗎? 我說你說的八字是五行八字中文 這是五行八字嗎? 他說對 那他說他有去稍微做一下了解說 因為他本身的命中屬於木 然後是屬於身弱的木 那我知道這個可能有些朋友不是很了解 那可以聽聽好不好 因為或許對你們是有幫助的 那他就說他有去找一些 我懷疑可能是農場文或罐頭文 反正就是一些莫名其妙的大師 說因為他屬於身弱的木 那他會被金所刻 因為金刻木嘛對不對 所以他說說 所以他是不是身上不能帶這些 黃金啊白銀有關金屬的東西 是不是他都不能帶 因為帶了會克制他 會導致讓他不好運 那我聽了這個說法之後 我就跟他說 其實啊 所有五行的相生相克 真的不是網路上那些大師匠啊 這麼簡單 我就跟他說 所以如果照你這樣說的話 你不能帶任何黃金白銀的東西在身上 你關金屬的東西都不適合 那你屬於目落嘛 所以你適合有關綠色的東西 那老師偷偷跟你講 其實錢也屬於金 因為錢是金字布的嘛 那既然錢對你有害的話 不然通通都給老師好了 那老師也不拿你的便宜 那因為你命中目落嘛 那老師可以用很大量的綠色蔬菜來跟你換錢 看你要秤重跟我換 你怎麼換都是可以的 那如果照這個理論如果是對的話 那既這個金就是不要有金嘛 那既水的話就是不要喝水 不要游泳嘛對不對 然後既木的話就是不要吃蔬菜 不要靠近有木的地方 那既土就是不要走在有這個土上面的地方 就腳不要落地嘛 那如果既火的話就是不要烤肉 不要洗熱水澡 是這個意思嗎 那如果這套理論如果可以的話 拜託誰活得下去啊 光是不喝水這一點誰受得了 所以其實反觀過來 大家要了解五行這東西 它不是一個絕對的 因為我們華人講的是中庸之道 所以中庸之道就譬如說 譬如說一樣的狀況 如果是我來說 你要水金嘛對不對 那你金是克制你的 那誰克制金呢 金生水去把它卸掉 水又生木 其實你可以用這種五行的模式 去補你的這個五行的能量 所以各位親愛的朋友 你千萬不要去聽那些 這麼浮誇的說法 這麼過於不及 對不對 啊祭水就不要喝水 對不對 啊祭土不要走在地上 啊祭木那就不要吃綠色蔬果就好啦 那你覺得這樣子你有可能好運 有可能開運嗎 根本不可能好不好 所以我們要利用這個能量去做個轉換 而或者是說 我們可以把大部分的能量轉換成 對自己有利的東西 了解嗎 不然的話照這個案例來說的話 那錢對它講的是可怕的東西 它根本不能擁有啊 當然如果不能擁有 老師願意把這萬二的金錢都給我 你們都可以給我 我是可以接受的啦 但是相信我這樣子 老師對你來說絕對不會比較好運 好不好 那這一集老師最要告訴大家的東西是 凡事不管是信仰或是玄學這東西 絕對都是以中庸為止 絕對不會走這麼偏激的模式 好不好 那一樣呢 喜歡這集的朋友 一樣幫老師訂閱按讚 以及分享哦 掰掰